我们做电商大概可以分几类 我这边是把它归为三类 第一类是平台电商 第二类是社交电商 第三类是内容电商 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平台电商 其实平台电商是最常见的 这些大家都很熟悉 淘宝 京东 苏宁 易购 巨美 优品 这些呢 它们都属于是平台电商 我们需要购物对吧 需要去买某个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去上这些网站去选择 这个就好像我们家里没有牙膏了 我缺牙膏 那我在线下去买的话 我可能会跑到去超市去买牙膏 不可能跑到菜市场去买牙膏吧 这个好像不太正常对吧 所以呢 它们都属于是平台电商 那么平台电商上面的购买逻辑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我想买东西的时候 我应该是怎么样下的决定 就我们的决定是经过了反复的对比之后 在下单做决定的 经过反复下单 给大家举个例子 以淘宝为例 那么我最近呢 想买个电磁炉 那做电磁炉的时候呢 我可能会跑到这个 淘宝上面搜索一下 搜索一个电磁炉 那么就会出来很多很多的这个电磁炉的产品 那为什么说是经过反复对比之后才决定下单的呢 比如说 这个品牌 它有美的的 它有小米的 苏博尔的 还有等等等等 其他的一些电器品牌 除了品牌不一样 还有不同的商家 它可能是旗舰店 有可能是专卖店 或者是专营店 甚至还有我们的C店 C店的提供肯定是最大的 其次不同的还有价格呀 对吧 价格有100多 200多 300多 甚至有七八百 上千块钱的 这些产品都有 所以呢 我们会通过我们搜索出来的这些信息 我们会去做一个筛选 那么筛选最终的话 我们还会还是会到那个详情页里面 去继续去观看 去看它了解一下它的一个功能 包括电磁电号 或者说某一个商家 现在是否有做一些优惠的活动 这些呢 都是 影响我们下决定去下单的一些依据 然后我们就会反复的去对比 然后去反复的斟酌 看看评价 看看描述 然后不同的商家 各种活动 等等等等 所以呢 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 才下单的 所以呢 它是非常理性的一种购物方式 然后呢 肯定会有一些朋友 会说 我想去做淘宝 我也想去做京东 但实际上呢 这些平台并不是那么好做 如果说是13年以前去做淘宝 或做京东的话 可能会非常的好做 但是现在呢 门槛就越来越高了 我们的资金 还有我们的成本 各种人力成本 这种各种成本的话 都不断的在提高 我们举个例子 来看一下 这个平台电商 现在的这个情况 平台电商呢 现在其实卖家的这个饱和度呢 是偏高的 商家数量属于一种饱和的状态 其次 平台的内部流量呢 也是非常的有限 为什么说非常有限呢 因为现在 我们的流量 基本上都聚集在头部商家 头部商家 也就是排名靠前的 一些大品牌大商家 那么如果我们 还也要去跟人家去竞争 那么首先要从排名 这个要去下功夫 那抢排名 就成为了一个 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那门槛高 高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要去抢搜索排名 搜索排名去抢的话 第一 从我们的销售 从我们的这个单量 销售量 从我们的价格 可能我们会开始考虑 低价的去做销售量 然后上一些活动 做一些促销 账内账外的一些流量 各种各种的触单 然后包括刷单 当然刷单的风险 也是非常高的 包括一些 下面的一个投入的资本也大 运营成本 包括人力的投入 当然刷单这一块 也是属于运营成本的 而现在这个价格 是不断的在飙升了 从十几块钱 二十几块钱 甚至到三十几块钱的 这个刷单成本一单 都是有的 因为前期如果说 不去投入这一些的话 那我们根本就不会去 抢到排名 甚至我们可以去设想一下 我们客户的一个购买 我们平时在购买的时候 是怎么样子的 首先如果说 我是搜索到一个电磁楼出来 那我可能只会看第一页 第一页还不是完全看完 我可能会看前半页的 这些商家去做选择 因为第一 人家是有品牌 价格肯定是也有优势 然后他们的排名比较靠前 就意味着他们的销量 可能也会比较高一点 我们可参照的一些信息量 比如说是评论 这些其他买家有买过之后 对一些产品的一个评论 也是我们一个依据 所以抢排名就变得尤为重要 但是它又需要非常大的一个成本 去投入 另外就是从货源跟渠道 这边我们也是一个受限的 首先我们一开始没有销量 没销量的话 我们就没办法去跟我们的供应链 谈价格 因为有量才有价 对吧 那没有的情况下的话 我们可能在价格上面 我们成本比人高 那么我们的这个利润 又比别人其他的一些商家低 所以呢 形成了这个有一个循环 是比较恶性的 所以我们起伏点 就比人家慢了很多 就是这个竞争比较大 这边是属于一片红海 大商家又不一样了 他们有量 价格也拿到很好的 也拿到一些品牌方的一些支持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销量 没有这个排名的话 那基本上上去 只会被这一帮大商家杀到后面去了 就被只有被干死的份 那么这就是整一个平台电商的一个现状跟情况了 今天呢 课程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